大家好,欢迎来到秀秀秀的频道,我是阿修 不知道大家年假有出去玩吗? 我这四天出门了三天 第一天去看了风之谷M展 第二天去看了灵牙之旅 第四天预计要去台中开樱花,挺忙的 今天的影片是我去松烟四号仓库看的风之谷M展 展期时间到3月1号,短短的小展 展场空间也不大,简单的绕一圈就出来了 可能是因为没有盛大宣传 以及周边商品不多的关系 即使是假日去也没遇到多少人潮 感觉旁边的啾啾展人还比较多 只要手机有下载风之谷M即可免费进场 不过要注意的是,如果你是要拿这个透卡 还要安装软体到创立新角色的画面才可以拿到透卡 如果你是到现场才开始下载游戏,大概要30分钟 建议出门前先安装好会比较快 不过如果没有要透卡,只要到游戏开始画面即可 透卡新款式每天限量200张,要早点到才会有 另外这几张游戏序号我用不到就免费送给大家 我想这次风之谷M算是很有用心的 不用钱也可以进去之外 即使没有玩风之谷M的玩家 只要你跟我一样 是小时候有玩过一阵子风之谷的朋友们 一定可以在这个展看到一些许久不见的好朋友 不论是咕咕宝贝、雪吉拉、绿水灵 还是出场次数意外多的皮卡丘都相当的可爱 其中我觉得最可爱的场景莫过于教室这个点了 可以看到每个课桌以上都有一个又一个可爱的手绘 黑板上的粉笔图更是让人有种回到自己学生时代 与同学嬉戏打闹的在小时光 除此之外现场有一些草稿图 有些草稿图还蛮有趣的 例如这一张 我们可以看到草稿到完成稿 绿水灵就这样变不见了 帮绿水灵哭哭 如果有机会到现场的话 不妨也来找找草稿图与完成图的差别吧 如果这几天走过路过送烟文创园区附近的话 不妨停下脚步 一起来看看这个风之谷M展哦 那今天的影片就到这边了 喜欢我的影片麻烦帮我按个喜欢还有订阅 那我们下次见咯 拜